《王赫帝》《魚書》新去年主演的陸劇《蒼藍絕》 被網友們譽為生俠劇中的天花板 兩人都憑藉該劇收穫超高人氣 劇民們更紛紛敲碗許願 希望雙方能再度合作搭戲 1998年出生王赫帝 在受訪時透露2022年是他本命年 因此他非常出眾這件事 為了迎接本命年的到來 他事先準備了許多紅色的貼身衣物和用品 還在手機殼後面塞了一個小紅包 就等於一整年都隨身攜帶紅色物品 在劇中飾演小蘭花的魚書心 也在微博感情發文表示 大家對他的稱呼 逐漸從星星子變成小蘭花 而這稱呼已經持續了將近一年 這讓他覺得大家都很愛小蘭花 也讓他感到很幸福 魚書心笑稱自己到現在人 不時會翻看小蘭花的照片 回憶著那個夏天獨有的記憶 同時也祝小蘭花寶寶1501歲生日快樂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